看這群剛出生不到一個月的小貓 跟著貓媽媽握在一起的樣子是不是很可愛呢 這兩隻虎貓兔狗比較小隻的叫做釋迦 而另外體型比較壯碩的則叫做鳳梨 你不要隨便打他 第二個就是說,你該處罰他的時候,處罰他不會生氣 你只要真正騰他,他就會 對 坐好 坐好 開始 好 來 跳 跳 跳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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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知道 如果我每次帶他到這邊要看講,他就在那邊等 所謂木瓜,我們這一隻異教區的狗 最主要他的名詞來源 因為他住的地方是長了一顆木瓜 那我們同時就叫他木瓜 他從小的時候是從我們美龍村行手隊的隊長 那一邊生了一波小果,我們把他抱回來 每天有一點類似我們異教區的手付錢 那同學都很喜歡他 那相對他在這個地方也給我們同學 造成一些心理上甚至精神上的一個寄託 那相對的人與動物之間如果產生的這一種互動 相信我們同學出去在社會上也會跟社會我們所有的 不管是動植物甚至我們的民眾 我相信說用這種互動造成同學甚至跟動物之間的一個彼此 共識甚至我們用這樣的方式讓同學的心能夠放下 看這群可愛的貓貓狗狗生活在這個環境 牠們不用面對外界的危險與以外的壓力 在這裡牠們可以到處走動 或是慵懶地趴在大理石地板乘涼 還有人陪牠們玩抓羽毛的遊戲 另外一個角度,這群動物與收容人們有直接的互動 藉著關懷動物的方式轉化收容人對於他人應有的尊重 與他們的外線的對待 多講話的改善方式引導他們的心性轉向正確的途徑 東台新聞,鄭蕙如、張家維,邊來報導